我打算冒险一次去坐摩托的公交 之后到七央央玩香啤酒 一个人去哪儿回个通宵 不太想回微信 也不太想考虑后的事情了 反正关上卧室房门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 你结婚没 小孩多大了 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饭要多忙 挺孤单吧 要来一杯吗 快打口喝下吧 可能大家只有喝最后才能放下防备说话吧 我是个rapper 就是有嘻哈上面那种 哎呦不是喊卖 哎呦算了 差不多吧 做的也就一般在圈子算底端吧 都穿不了几个钱 还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吗 家里 家里肯定不支持啊 你想你孩子要搞说唱你我会不会支持他 沟通 要能沟通那我早就去了 不指望他帮我 别耽误就谢天谢地了 这很烦 关键是看不到未来 鸡汤谁都会说啊 成功一定会啊 我走去看心理医生 就一直问 说会不会坚持 会不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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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闭 领前的卧室他会变成汪洋 在每晚一点半准时的重逢 手机比赛爬出微弱的光芒 抵抗着无形中聚放的重重 连时间都变得肆意而猖狂 嘲弄他理想的荒唐 苦笑的几点那失去的张扬 还有我已不知去向的从 我想做的给他们看见 我想从为他们口中特立 我想做的给他们看见 为了最后避了无数年的恶气 就算不能改变生活那又怎样 就算被人笑被人骂怎样 只要我的麦卡还是那么滚烫 这个节目活不死的那又怎样 暴风雨并不能让我绝望 难熬的不是狂风 遍体鳞伤的人 却不会倒在最艰苦的长征 积压的情绪爆发后 突如其来的瓶颈让人惊讶 事情的终点最可能出现在 某个无限美的黄昏 所以你说我知道我懂得我会去做 心里说死也不要 总有人逼着你喝下去 有一种名字叫为了你好的汤药 如果成功比存在本身还重要 那我根本没有兴趣 我会抬着头告诉这世界 我的人生我自己定义 不谢解释我从没变过 即便他们不说也看着不帅 这是江云生来就来了 怎么着吧 压的不多也唱的不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